一万五的预算能在市场上买到什么样的翡翠手装 走带你们去看看 今天的客户呢是一位40岁的独立女性 平时呢没什么兴趣爱好 就喜欢莉莉瑶 看看花花草草 尤其中爱粉色 但又担心粉色驾驭不了 所以呢我给她推荐颜色相对浓郁的春代彩手褥 正所谓游滋游滤一身负义 关键算很贵气 你看这个颜色都还挺漂亮的 这边有点小绿黄 这什么价格是点的 六万 六万 钱一手手是吧 好那我拿去自然光看一下 哇你看燕姐这里春代彩是最多的 这个是淡春彩 条绿花 但这个圈口有点小 这个色好阳哦 刚好是我们的圈 我拿去自然光看一下啊 你看这个饼哈 它也是春代彩的 但是这个淡绿色的话 也就在那边说的彩 它颜色有点浅 这什么大色姐姐 我一万八 那我拿去自然光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这四条 那这四条呢 你看最初彩的就是这一条 这有一抹阳绿色丝 它是属于蓝紫色 颜色稍微偏深沉一点 其实这一条还是不错的 我们自然光看 它肉还是蛮细 但是呢 颜色不够惊艳哈 而且它调形态 它宽度稍微有点薄 那这种的话 只能做眉颜条 或者泥秋背才好看 其实说要达到惊艳的那种感觉 我还是最喜欢这条 你看这有一两抹颜色 两抹绿色 而且它是贯穿色 那这边呢 是带一个淡淡的紫色 紫色跟这种白地 各占一半 然后颤脱出这个绿色呀 就是特别有生机的那种感觉 那么这三手呢 其实报价相差都不大 但我还是最倾向于这两条 这条呢 总好 这条呢 是色好 那我跟姐姐再三确认呢 还是选择我给她推荐的这条 毕竟色好嘛 很惊艳 那我们就谈这条了 都砍下去 得个燕姐呢 好 谢谢 那还在呢 怎么了 这怎么叫 卖价 两万 什么两万 刚才燕姐说 一万厨头卖给我了 一万厨头啊 对 她刚刚说的牛泳的摄影师 摄影师不足道 大杨绿的吗 哪里有杨绿啊 没有啊 我知道 那不是杨绿 没有 杨绿带直的 农村船啊 哪里能 这个农吗 没有 你不要买了 一万多 摄影师可以作证 她说 我们去闺蜜 给个闺蜜家 没有拍不到 一万二 你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了 我自己都没理气了 不知道改名了 实责一点 一万三 加把 进 回一下力 等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她特别特别像 像小相遇的 兄弟小杨绿 你那小杨绿是什么意思吗 你不知道这个 你就是要看我这样子吗 不是 不是 你要属他话题吗 没有 没有 就是 深冬机析 没有 你听我说了 说这个价格你漏给我 我告诉你小杨绿是什么意思 抄了怎么贵 一万四 一万四还没到本钱 哎呦 真的是一万八我看不到 看不到就不要看 再手也不能看 我知道了 我突然没有发过德哥帅 那我现在夸一下你 你的良心 风流 你的良心 你良心 良心比较高嘛 风流 踢躺 意表 人才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 车爆开 一万六 一万六 哎不说了 一万五 我也将快一点 她带你今天 带两个恶豪 还好看 对吧 看来是今天拖还是有用的 钱还是要先给我的 还是我好闺蜜 等我闺蜜来了 你告诉我 我回了 你好 希望你以后给家 人下休闲一样少了 一万五搞定 哎小洋衣还是给力的嘛 以后要多靠靠她 走去期化 手镯期化啦 那么自然观看一下 哇 这条手镯真的是够惊艳的啊 你看这两抹 绿色呀 比毛皮状态要压很多 而且这些紫色呢 也是见光不死的 两个颜色 各占一半 整圈这种胶润感 都是很强的 姐姐说了 手镯收到后 要天天戴着啥 那么你们还喜欢什么呢 手镯 评论区告诉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